其他消息要来关心到 彰化在3号傍晚下起了大雨 各地纷纷传出淹水灾情 像是射头香山脚路部分路段 水淹到了小腿路的高度 田中中南路也积水 道路变成河流 彰化是一处地下道 更是变成了池塘 雨水还灌进了议会大楼里头 线西香 金马路上 还有一间铁皮仓库 疑似遭到雷急起火 锦销货报赶紧前往救援 熊熊火光窜出火势猛烈 还不断传出爆炸声响 线西香 金马路之间 一楼铁皮骨仓传出火势 消防队出动救援 由于起火前 彰化风云变色 雷雨交加 怀疑工厂是遭雷劈起火 业者隔天回来收拾残局 感叹水火无情 彰化3号傍晚下起超大雷震雨 电光闪了又闪 伴随惊雷 瞬间就像刮台风一样 狂风暴雨 风雨必烟的射头山 山脚路部分路段 烟到小腿 骑士车子骑不动 热心民众赶紧帮忙 践到路边 田中中南路也烟水 道路成为一片黄沉沉小河流 市区也很惨 小阳路地下道烟成池塘 水也灌进议会 汪洋一片 这雨是没再客气 就像用道的一样 造成彰化地区多处烟水 甚至还有股苍遭雷击 竟消疲于奔命 让人见识到大自然的威力 记者中部最后报道